我手中展示的是1949年8月4日 陈前陈明仁领先30多位 国民党军政要员签署的起通电 在解放战争中 这样的电文还有很多 这是新中国第一届政协 以主席团的名义 向民革中央和杨洁家属 发出的两通电电 杨洁先生在西南发动了撤盘工作 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在他参加政协的前两天 在香港与害 民革当时在李继生的领导下 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